中国古代,预言故事 戴渊投剑 戴渊是东晋时的征锡大将军,立下的战功无数 但在年轻的时候,却曾经在江淮间掠夺过往客商的财物 当初陆基返回洛阳时,带了许多贵重物品 途经江淮,就遭到了戴渊的抢劫 面对突如其来的劫匪,陆基并没有惊慌失措 反而在寒光闪闪的刀尖之下,观察起岸上的戴渊来 他看见戴渊面容俊朗,神情超然 虽然做的是卑鄙的事情,可神器仍然是那么高贵,显得不同凡响 陆基心中不禁赞叹不已 于是,陆基立于船头,远远地对他说 你有这样超凡的才华,为什么要做盗贼呢? 一句话说得戴渊顿然醒悟,感慨良多,不禁煽然泪下 立即将宝剑抛入江中 兴功静静地向岸上的陆基长衣道地,归顺了陆基 后来,戴渊的谈吐、举止更加显示出他非凡的才华 陆基也更加赏识器重他,与他成为至交好友 并向朝廷举荐他 到了东晋时,戴渊便官职大将军了 具有突出才华的人,如果同时具有知错能改的品德 更容易成就大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